現在你會把Photoshop做好的 交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處理動畫喔 各位那你可以來看一下 你還記得我們剛剛講動畫的過程嗎 你有發現動畫過程 有做什麼樣的屬性動畫 我們再拍一次看看 聲音我先關掉台 你覺得有沒有做位置的移動 有 所以我們第一個有看到位置的移動P 對不對 再來它還有做什麼 有種掉下來的感覺的話 怎麼樣才叫掉下來的感覺 你看一下 往倒推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掉下來那個感覺 靠我比較近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這個比較大張 丟到那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板子上的時候有沒有變比較小張 所以它有沒有做大小的變化 有 那有一部分它還有做旋轉 這裡好像沒有 這個有沒有做旋轉 有對不對 而且人家還 掉到那個板子上的時候有沒有稍微吐 吐這樣 掉上去之後移動一下 好像我們那個紙牌放上去 另外你有沒有注意到它背景有沒有在動 對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的東西 背景如果有稍微在動一下 不見到很快 但是這樣子的感覺 會比背景完全禁止 播放我們 這個你可以思考看看 你也可以自己做看看 那你看我們剛剛已經會進去了 所以 如果我想要做這樣的動畫 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各位 現在這個狀態 請問是一開始的狀態 還是最後結束的狀態 結束的狀態對不對 所以說 來 我們先 把其他的眼睛先關起來 先把其他眼睛 我就留背景符跟第一張就好 這樣你比較不會混淆 好 確認好 這是最後一個位置 那我就來這邊 把這裡打開 你看 你看 我們剛剛在Photoshop 不是有做圖層樣式嗎 有沒有感覺到這裡也有圖層樣式 就進來了 所以你只要負責做動畫就好 你就不用再加 那我們先針對它 本身的 位置 還有大小 來做一下動畫 那我針對它 這裡 可是呢 因為這個 現在這個點 是我的最後的那個影格 所以我先把它 位置 縮放 我就先不做旋轉 我就先做這兩個 那這兩個關鍵格 我並不是要放在這裡 因為它是我最後的位置 所以我可以把 馬表打開之後 我把這兩個 往後退 比如說 大概 四秒鐘之後 就做到這裡 所以我把它往後退就好 前面是不是又空出來了 對不對 我就可以做了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時間點把它 移到外面去 假如 就是我想要從外面這樣進來 我想要從外面進來 所以我就把它 移到上面去 有沒有路徑跑出來 那我現在畫面比較大 我就用滑鼠滾輪 把它稍微縮小 我就拉到畫面外 因為我是別倒坐 所以你看我拉動時間走 有沒有這樣從外面進來 對不對 那這裡我要變大一點 我就直接從這個地方 縮棒這裡 我就拉動這裡 這樣子變大 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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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看看 掉下來 有沒有這掉下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 怎麼樣才會再逼真一點 雖然你這樣子 我們也不能說你錯 但是跟剛剛的這種影片比起來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 第一針效果 比較沒有那麼好 因為人家的陰影 請問有沒有距離的變化 有對不對 它並不是固定那個距離都一樣 因為這樣比較符合我們真實的情境 所以呢 你看這裡 來 記得喔 你的時間軸 我就先拉回最左邊 先拉回最左邊 我們找這個地方 塗層樣式裡面的 blow shadow 哪一個是距離的變化 這叫distance 就是這裡 當然如果你覺得我的羽化要 暈開一點 這個size 不做動畫 我只是把它變羽化多一點 我先不調它 我們調這裡 現在 預設值 就是我在播放下午做的是15 那我們把它拉長一點 拉長一點 可是好像沒有看到它 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後退一點點 這樣知道為什麼沒有看到它的嗎 因為剛剛拉長了之後 它是不是落在這裡 所以看不到 沒關係 我們就 一樣的把距離拉長一點 這樣是不是可以 那羽化程度我多一點點 現在呢 我確認好這個是我要的 然後 我就從這邊 把它打開 一樣的 拉到快 後面大概四秒鐘左右 OK 那影子是不是要收回來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把影子的距離 剛剛如果你還記得 預設值多少 就是15 兩門 試著做看看 有沒有感覺 這樣比較真實 對不對 這樣一個會做的 另外五個會做的 給你自己試看看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我從不同方向進來 那有沒有人規定 所有照片一起出現 沒有 你是不是可以做時間差 那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其實這個效果 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一張 兩張 三張 你可以全部做完之後 再把它像這樣拉開就好 OK 來吧 各位 現在就是你的練習時間了 有問題的 我就過去 幫你看一看 線上同學 有問題的 你就分享一下你的畫面 我也過去嗎 你看一看 可以嗎 糟糕 原來剛剛那個同學 馬上 被戳穿了 說法被戳穿了 是正為同學嗎 你如果說你想要改變那個陰影的角度 你也許會發現 為什麼不能改 所以我在這邊 我有提到 下面這邊 調整那個陰影的方法 有沒有 之後靴頭啊 這個圖層樣子角度 我有說明一下 甚至如果你要怎麼樣 欸 這個照片還要邊旋轉進來 那那個時候 那個陰影還會更奇怪 所以 這個都是以前 同學都有遇過的問題 因此呢 我有錄一個段影片 說明一下 這個 你要怎麼樣去解決 你可以先 如果你有遇到 你可以先試看看 如果還沒的 沒關係 我先等你 先讓你自己 先動手做一做 有問題的不要客氣 你舉個手 我就過去看了 線上的同學也是一樣 自己要先動手做 好 好